大家好,我是Sam 我現在來到關閘這一片 今天我們會來走水貨 我們不是真的意想走水貨 我印象中我小時候 十多年前跟我媽媽走過的 當時好像走紅牛一箱一箱 然後拿到過去蓮花路那邊 走一轉好像十五元左右 沒有幾床 現在走一轉我不知道多少錢 聽別人說一轉是一百到一百五之間 我們隨過中間值大概一轉是一百二十元 今天就是關閘這一邊 過到大陸那邊 整個過程大概是要多久 是不是真的這麼輕鬆 我們現在就在這裏出發 現在大概是5時45分 我們現在就是關閘這一邊出發 大家看到現在關閘的人流是真的非常之多 因為現在是一個上學班的時間 還有一些學生都是這個時間收工的 這條路我已經是很久沒有走過的 我一般都是走那個清貿那邊 每個人都大包細包地在這裏 跟大家走過去那邊 說一說一說整個觀感是怎樣的 還沒入關後已經塞在這裏 超級暴力多人 保不濕 快要走過 好 hh 濕暴 好 那我們就出來了 在澳門走過去 這裏大概是用了27分鐘 那當中就可以走快一點 我的語康碼那裏就搞了一點時間 如果你是走一塊的話 過到這邊大概25分鐘 那我在那裏走過來的時候 起碼停了4、5次 真的失爆 我以前不是經常去行大三巴的 以前說什麼 瀑布式人流 這個時間來走一次這個關 你就真的知道什麼叫瀑布式人流 是真的非常誇張 人多到我在澳門生活了那麼久 過了那麼多次關 我沒見過那麼多人 是非常多人 上到電梯的時候有分澳門和內地 內地那邊確實是比較多人 澳門那邊也不少人 澳門那邊也非常多人 一走進去一轉角 我們就馬上失爆 還有另外一件事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要封了那條樓梯 那條樓梯明明不是可以用的 我不明白那些警察為什麼要封了它 有些人就會在那裏跟他們吵 我都很大聲 那時候都擔心會不會打起來 那可能我覺得封的原因 就可能是真是 真是現場的態度 他們怕踩到人 或者是 走樓梯的時候發生什麼意外 所以才封了它 事實上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會是這樣 然後我們走過來 整體的過程 就是一個體驗我是真是非常擠迫的 擠到是印貼人 如果你沒有打疫苗 我建議你就不要來酒水貨了 還有我印象中 是出來是還未完的 還要拿個雙紅牛去一個交貨的地點 我記得以前是拿過去街市那邊的 那現在他們拿去哪裡我不知道 那你預計拿過去的時間大概是四十分鐘左右 那他們交收完之後要再去澳門再拿貨 那我預計他們應該會走青樓那邊 青樓那邊是真的沒有人 那如果你計算過來回時間大概一個小時 那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來酒水貨的 因為始終太多人太逼了 難免會有身體的接觸 還有現在天氣是非常之熱的 那就算我戴著口罩 都聞到很大陣的一些汗味 那我走完之後呢 我第一個感覺就 都不是那麼好運的 但是如果你要靠酒水貨來維持生活的話 那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以前哪有那麼多人 現在是真的多人多個極點的 還有應該也有很多的澳門人在這裡 交酒水貨來維持生活 那如果現在我是 真的超大力地去打壓的話 我相信可能會出現部分的一些 民生問題 那我就不是贊成酒水貨 因為學生在通關的時候 的確是會造成一些困擾 但是你無可否認的一點就是 酒水貨的確是一部分人的衛生手段 以前我們經常講的一些高薪職業 一些做飲食 派牌 公關 甚至乎一些老師 我認識的人當中 很多都走去酒水貨 那以前的人可能會覺得 酒水貨是躺平沒有東西做 才去酒水貨 但是現在就自己在做 其實回想起來都幾諷刺 但是這個正正是 避免出澳門人的無奈 因為其實你想 你酒水貨可以維持到一常的開支 但是如果你去做政府那些 六千多元一個月的工 那我覺得你是連 基本的生活開支都維持不到的 那我不知道那些工是真還是假 我覺得那些是真的在侮辱人的 大家都知道酒水貨是 是不可能會長久的 但是真的沒得選 就好像送外賣那樣 以前外賣哪有那麼多人走去送 每個人都說外賣仔外賣仔 那現在到街都是送外賣 多少不作業的 沒有東西做 就走了去送外賣 你不要說男生 現在都很多女生是走了去送外賣 之前做的一段時間很冷的 又下雨 條路又濕 又晚上八九點 都見到那女生開著一部車 是在街上送外賣 那如果我是個人家人 我應該都會挺心痛的 當然啦 你都可以選擇躺平的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這樣跟你講 你幾年之後一定會後悔 只要你生活在澳門的 都要面對現實的 那即是無分季節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首先是要捱過這個疫情 那OK 那這個視頻就到這裡 各位我是阿聲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